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株台 上面还有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都摘掉了 不说这个 这是在国内逃 其中有一次逃的 逃完了之后我就准备将来给大家讲了 其实按理来说 在国内的话我不应该逃这种东西 知道吧 这是为了给大家讲课 有的时候也是花了一些不想花的钱 但是没办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 因为马上过年了 我就拿出了这件器物 跟大家讲这个海外逃跑 价格依然很难价 机会依然很多 相对来说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房品 在海外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说这种东西呢 适得新的茶手在海外来解论 上手 这个红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祭红 这个 我在有一期视频当中讲过什么是祭红 祭红就是祭点的祭 祭天 祭地 祭人 这有三种颜色 其中呢 有一种就是祭红 我们未来呢 在一段日子里 为什么不讲祭蓝呢 因为在祭蓝 海外呢 比较少 这个祭红呢 相对来说在海外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这个就在国内挑了这件东西 给大家 我一般挑的这个海外系型啊 都是和中国 中国比较少的 尽量是在海外挑海外比较多的 但是海外既多 路费又高的 其实不是特别多 但是 我会尽量的去做 我们看一下了 镜头推进 能不能看到 这个红的这个 红的这个 表面有一些斑斑断断 看见了吗 在行内呢 我们称之为抱佣 这种抱佣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开片了之后抱了 也不是磕造成的 这个是什么 什么造成的 就是里面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呃 所谓的这个水分之后 从 从里面反出来的 啊 这种状态 按理来说 我们如果要是青花石的话 是反不出来的 会形成在内部形成气泡 如果你用微观的放大镜 啊 六十倍的放大镜去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季红啊 这种红 里面是没有气泡的 里面所谓的气泡和这个 青花石的气泡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海外收藏了一件季红的磁器 你用六十倍放大镜去看 里面有气泡 那不好意思 已经收到了一件宴品 这是它第一课程 所以说它出现了很多 这种相对来说抱佑的这种状态 这是一个清中晚期的这么一个 一个季红的这么一个瓶子 当然上半部分呢 是碎了之后呢 它把这个 楼外啊 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竹台 当然有做登台的也非常多 所以说呢 大家在海外啊 多多关注 竹台登台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 并不一定是楼外做的竹台登台 用我们中国仔细说的都是老板 一直到出口创汇 七十年代 都有出到国外的这种竹台登台的这种状态 特别是登台 都有 六七十年代都有 当然呢 有的呢 底部会有打一个孔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底部没打孔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登台 它不需要走线 如果它要走电线的话 它底部怎么样 就打一个孔 它打这个孔啊 当时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呢 它打这个孔啊 是因为当时我们中国的法律是乾隆之 钱的东西是不能出口到国外的 所以说呀 一般底部带开底 带这个款的 不管它是民款 就是民谣的随便写的 成话呀 或者是说什么什么时期的 这个也不允许出国 所以说呢 就正好打一个孔啊 就把这个款给打掉了 正好就穿线 这是一种原因 因为那个时期啊 基本上古董的价格和新的瓷器价格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有大量的需求想挣外汇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 就把这个 有的一些古董瓷器啊 都打了孔 卖到了国外 量呢 非常大 当时走出国外 还有一些呢 就是直接生产出来 就底下就带一个孔 这种呢 基本上出国双汇器就比较多了 我们再说这个 镜头推进一下 看一下真正的这个 季红的这种红 有这种流淌的纹路 它可不是死死的这个红 镜头能不能推进 能不能看见 看到这个 右面 我们看见吗 右面这个流淌的这个线路 有颜色上的微微的变化 看见了吧 而这个 这个新房品呢 没有这种状态 还有呢 季红嘛 它的这个 它属于右下彩哦 不是右上彩 和其他的这种 红色色区别呢 狼红季红都是右下彩 是1230度 稍微是而成的 什么没上成的季红呢 不论是季红还是狼红 我们这期主要就是了解红 它是以这种牛血红为最上成 比如说时期能达到乾隆 左右上下的时期呢 它的红是非常红的 就像牛血一样 大家知道 只要见过牛血的就是牛血的 而这个红呢 怎么呢 达不到那个颜色 这时候它怎么呢 时间稍稍有点偏晚 再往后呢 一直到这个清晚期 到民国都有去红 到清晚期 民国的时候呢 这个红呢 比这个红颜色还要浅 好了 我们再说下一个特征 从侧面看啊 它那个胎底 底足 这种状态 看这种状态 还有这个 呃 这个 它有结合处 它这个是非常厚实的 感觉这个右手啊 非常非常的厚 啊 这种状态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因为当时啊 就是为了球顶上的红 而不惜花这个 呃 更多的材料费 嗯 往上试用 哪怕试过了 也试不到啊 因此呢 就出现了这个 胎底啊 非常厚 非常厚实的这种 胎底状态 能体验出来吗 我再看一下这 哇 就这这边 就这个位置 主要就是最明显的 整个这边是最明显的 但为什么这个底线是出现这种状态啊 当然这种状态呢 不是百分之百 我们学习瓷器鉴别呢 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百分之百 那我给大家讲的方法都是摆 都是 这个覆盖率啊 占的比较大的 为什么它这个瓷器会出现这种 呃 称之不平的底呢 这种底呢 我们称之为狗肯底 旁边内有个名词叫狗肯底 就这种状态 就像狗肯的 是的 出现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是怎么出现的呢 两次打击工艺出现的 第一次打击工艺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 右舌正往下躺的时候 躺到了这个底部的时候 它这个气形啊 稍稍有点遮挡这个这个 这个右舌往下流了 特别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凹槽的位置 它的右舌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 这是一个通用的小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这个 呃 矿工质染料的右舌 在转角处 在任何一个机右转角处 都会开的右舌都会比较厚 颜色上都会有一些微微的差距 这就是 矿工质染料和这个换身燃料的区别 这个算是比较通用的这种方法 但是当右舌流到这个位置去了 哎呦 这个太沉了 我就放下去了 当右舌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还依然往下流 它怎么办 它就会粘到这个 峡坡上 那这个时候粘到峡坡上怎么办呢 啊 那就怎么办 就把它和峡坡之间分开 分开之后 那右舌粘得很黏呢 就会出现这种狗坑底 就把这个瓶子打坏了 啊 你可把瓶子打坏了也不要留峡坡的这种痕迹 大家知道 这是第一个打击的过程 是为了把它和峡坡之间分开 第二个打击过程呢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实现它那个底整体是比较平的 啊 这个 放在这个平面上啊 它不歪 因此呢 就把这些其他的地方都打进一遍 因为它只要有一个地方打进来之后呢 或者是几个地方打进来之后呢 它可能这个瓶子就会出现 呃 这个 歪歪扭扭 翘翘板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 它就通体都找了一遍 都打进了一遍 就出现了这种 狗坑底的状态 如果一件季红的东西出现沟坑底的状态 那是正常的 大家知道 如果不是这种状态 当然也有 就怎么样 要小心几次了 就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 这个胎底的这种状态 黄黄的 是不是在我介绍海外系型6的过程当中 也有整个胎底出现的这种状态 整整个胎底 虽然没有石油 但是有微黄的这种状态 比那个盘子都黄很多 原因是什么 我在讲了 它的胎比较厚 比盘子厚多了 所以说它里面所出现的反铁状态啊 所出现的这种年代 反出来这种黄色的这种老气的这种状态啊 都要严重 我所说的反铁啊 是胎里出现的反铁 大家不要那个理解错了 因为有的时候说 我说的比较快 就是大家不要有 因为我们这个这个频道里啊 有很多航家理所 有的航家理所就会说了 说你这个东西的主要这个燃料不是铁啊 怎么能出现反铁啊 是铜啊 是不是啊 我强调一下 我说的是胎里的反铁啊 不是说这个右面上反出来的 这个视频的介绍呢 我相信呢 大家仔细去看了之后呢 在海外逃这种季红的机会呢 就会相当于说比较多一些 大家也会留意海外的这些台灯啊 竹台啊 等等 希望大家有好的收获吧 收这种东西 如果顶上面也有带全品的 顶上面是有全品的 同时呢也带一个金属的盖子 当然铁的是很少的 一般都是铜啊 或者是溜金的等等 更多一些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 是全品 因为很有可能在这个口园部分 有飞皮 或者是口园根本就像这种状态是没有的 这都会影响价格 如果这个屏幕是全品 同时胎底没有大铜 这个季红的瓶子跟大家说一下了 大概它的价值是多少呢 我以后呢会介绍一下市场价格 咱们藏友也好 或者说咱们会员 大家以后记得不要问我这个行业的价格 不是说我小气 是什么呢 是一是要一误一看 第二呢 行的价格上下差距不会差百分之十 这也属于行业里的秘密 我就不跟大家说这个行业价格 大家也不要多次去问了 如果这个屏幕是全品的话 市场价格要在 五千到七千人民币之间吧 当然炒得更高啊 这都是正常的 我说的是这个系型 这个高度 全品啊 还有这个十一年代 如果时间比它更久 颜色比它更深 价格比它更高 如果年代比它更年轻一些 这个发色呢 比如再差一些 可能就比我的价格再降一些 古董黄业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大家可能要知道 你同时又学习这个 对于价格的评判 再学习东西的新老是很累的 你没有五年的时间 摸爬滚打市场 你是无法总续的识别 一件东西的市场行业价格 你像我们如果脱离市场半年 我们对价格都比较把风的 不是特别好 就蒙圈了 就把风的可能就是为超出这百分之 作为这个批发商也好 作为买卖货也好 就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亏钱的 就说 评论价格是另一个体系的事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很多健保的娱乐节目 这个 在鉴定东西新老的时候 是需要级别高一些的专家 而评判价格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往往他们都是不准的 或者是说 往往都是 只要能稍微懂一点的 这个场友 都是营销大方的 因为他们 不长期接触市场 他们不了解家伙 为什么让一些这个 店主啊等等 这些人 这场接触市场都不嫁了 这个也是告诉大家 公务价和鉴定新老是两碗事 常常问我的时候 实际上是 要把两种责任都加在我身上了 这个确实是 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 希望大家理解 好了 这一期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再见